再來看台中有一個二十歲的 女婦大學生 之前 常常手跟腳都沒力 她也說不清楚 臉部的神經麻痺 檢查才發現是腦部的血症 脫掉的 其實是腦中風 台中有一個小傲的女婦大學生 才二十歲而已 所以說有時她的真手跟腳 會常常不自熱 說會說不清楚 還有臉部神經會麻痺的狀況 去買她前一部檢查才發現 她腦部的肌臘血 那就是人家說的腦中風 一個二十歲的女生 突發性腦中風很不尋常 所以要找原因 所以就歸類在那種 病因不確定這種隱原性腦中風 那只要是屬於隱原性腦中風 這些病人 你就一定要排除心臟 這個部分引起的 疑書透過微醜心度說檢查 發援患者是因為開放性 兩位空行 心房中介 有氣格所引起的腦中風 疑書表示 咸天的心臟病發生的比例 大概是一% 其中有10%至15% 有心房中介 不合起來的狀況 那是這個血裡面 又結血格 就可能一個腦去腦部 中風的風險就大增加 45歲甚至50歲以下 你要去查病因 如果查不到明顯的病因 那我們就要去檢查心臟 是不是有存在一個開放性的軟原孔 導致你的腦中風 疑書表示 我們人人的兩位空 大佬是一兩塊的時候 就會關起來 不過大佬25%的新人人 兩位空不關到麻 所以飛隔會對人不流來 經過倒深色 流去主動賣 作成中風 這種案例 可以透過微醜秋孫 用人做的兩位空風掛 來把它風起來 達成治療的效果 記者 總得報道 好